十番显见第九 显见超秦 阿难对佛说 称如法王所说 绝缘变满十方 世界 湛然常驻 绝幸不在生灭当中 这与那些外道所谈的名帝 还有他们所说的 有真我变满十方 有什么不同呢 多文的阿难联想丰富 这次他想到 佛讲的这个贱性啊 有点像外道的自然 世尊过去也曾在 冷前山为大慧菩萨 敷衍此意 那时候佛世尊说 那些外道常说自然 佛就以因缘法 来破外道的自然论 这个自然与因缘 其实它是一对相对的概念 都是建立在无名之上 这个因缘法讲因缘 这个自然就讲无因 它是无因论 就是因和无因 它是一对相对概念 在印度的外道之中啊 尤其是无因论 他们认为 一切物无因无缘 自然生自然灭 谁开的河水 谁堆的山月 根本就没有能生它的 世故我说为自然 就是他们的自然论 无因论 而佛说 这个世界是业感缘起 是缘起论 说到这个无因 其实他们这个无 也是有来头的 并不是这个稀里糊涂的 它是有对应的 是对应在无界 这个就展开一样 再说这个因果 佛讲因缘法 它讲是因果融合 这个外道自然法 它就讲这个法无因果 它不承认有因果 无师则讲 气灭因果 这个外道的自然 是以无明烦恼为根本 它是不管不问 任其生灭 放任无明 也不去破除 它有点是 神秘自然 自然神秘 他们拔无因果 否认修正 佛就是以因缘说 来破解它 这个东西 这个自然论 我现在观 恶难又接着说 我现在观察 认为觉性自然 世尊说的觉性 既不生 亦不灭 就是自然 另外 觉性还远离 一切虚妄向和颠倒向 那就好像也不是因缘 那 这是和外道所说的 自然 是一样了 究竟是自然还是因缘 我现在分不清楚了 请世尊再为我开示 使我不入邪道 能得到真正的妙诀 理性 佛告诉恶难 我现在多方辟语 告诉你真实情况 你还不明白 还认为我讲的和外道自然很相似 恶难 如果说 你一定要提到这个外道自然 那你就要好好来鉴别一下 自然是以什么为体 以什么为自 有没有一个自然的体性 你所说的自然 到底是以什么为自性 为自性 你观察这个妙明见中 这个见 是以明为自 还是以暗为自 以空为自 还是以灾为自 恶难 假如以明为自 那么在暗时 就不应当见着暗 若是以空为自 就不应当见着塞 以此为例 若是以暗等为自时 那么在明时 见性 断灭 怎么又能见着明呢 可是我们的见性是 明暗都能见 恶难说 那照这样看来 这个妙见的体性 的确不是自然 那我现在就想 他可能是因缘生吧 我心里还是不太明白 请问如来 这个道理 要如何 才能够合乎因缘的性质 恶难在前文 他怀疑 见性不在因缘之内 他就以为是自 自然和因缘 这是一对相对的概念 现在佛 竟然破了自然的看法 恶难又以为 是从因缘所生 因为他不是真正认清了 贱性 所以恶难始终 是在相对境界的 相对境界里 转圈圈 跳不出相对 佛说 你说是因缘 那我就再问你 你是因为贱 你现在因为贱 贱性才显现出来 那么你的这个贱 到底是因明的关系 才有贱 还是因暗的关系 才有贱 是因空 才有贱 还是因塞 而有贱 恶难 假若是因明 才有贱 那就不应当贱 假若是因暗 才有贱 那就不应当贱名 以此类推 因空 因塞 同事此理 再说 恶难 你贱 这贱到 这贱 到底是原明 才有贱 还是原暗 才有贱 原空 才有贱 还是原塞 才有贱 恶难 若是原空 才有 那就不应当 贱 若是原塞 才有 那就不应当 贱空 以此类推 原明 原暗 也是这样的道理 你应当知道 这个 惊绝妙明的贱 不从因产生 也不从原产生 也不从自然产生 没有非 没有不非 没有是 也没有不是 离开一切分别相 即是一切诸法的本性 惊绝妙明的本性 并不在相对境界之内 你要是用相对概念 去理解它 那是永远不可能的 任何的语言 都对它不合适 称它为 惊绝妙明 也只是一时的假明而已 维摩节中 文殊菩萨就说 善哉善哉 乃至无有文字语言 是真入不二法 你为什么 非要在其中 安置一个分别心 这个错 就是安置 错心作异 动辄 以一切世间的 戏论名相 所得到的 这个分别心 来看问题 就好像人 用手掌 来捉摸虚空 徒子劳累 虚空 如何是随你执着的呢 而那处处在用妄想 来认识妙明觉性 妙妙明见性 一旦落入妄想 就处处以分别心 来考虑问题 就是很二 很相对 可是真性 本来不在相对的概念之中啊 所以禅宗常说 开口变错 动念疑乖 华音经上说 妄想不歇 歇即不提 你只要把妄想歇息下来 直接去体验一下 才知道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以上是十番显见之九 显见超勤